簡單的警戒一下 我們今天來入地跟我們想要創立的方式 就是基本上我們有一群海貴的方式 然後是因為科技部這個LEAF的方式 然後呢 這個方案RUN的方式有一點 你知道畢竟是第一批 但是其實這個方案 我們大家覺得最大的力量 是因為我們有一群就是WELL DISPLATE 就是CROSS DISPLATE 不是吧 但是很可惜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沒有被有機會參與到任何的project 然後因為我們大家的討論結果 我覺得還是希望把這一份力量它維護下來 那我就在想說我們這一群人可以做什麼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的新創還有學校的project 它其實都是比較CROSS DISPLATE 但是如果你要請到一群不同領域的人 其實它的經費跟需要的資源是很大 對啊 現在很多學校都想做CAPSTONE 但是不一定做得到 對 所以我就想說這樣我們有這麼大的一個力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設立一個平台 然後大家提供顧問室 你們多少人 我們到目前願意成為顧問的 大概二三十個 那很多啊 而且領域不太強 嗯嗯 那很多人在國外也都是工作過 跟任教育 所以 基本上 這個方案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開始 但是我也是因為我們很久沒有回來 所以 有點不知道我們的著力點可以在哪裡 那目前 我有一些討論 那目前 我們 目前討論一些商人 嗯哼 OK 好 好 就基本上我們在思考說 就是有五個 有五 將近五十個 還要不是在一起 能夠做什麼事情 然後能夠有什麼樣子 那我在想說你們就來 就是LIFE200幾乎八十十 對啊 對 但是這個權力不在乎 對 確實確實 我們要跟科技部聊 對啊 其實我也很想 然後我們對於台灣一些 比如說 在做這些國際性康復的狀況 嗯 覺得好像力氣不太夠 所以覺得這個應該也是可以的 還有一些 對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 SBIR的一些CAS 對啊 目前覺得應該是可以 朝這個方向去做 嗯 嗯 對 現在本來只有SBIR 那 但是現在還有這個 SIR SPIR 就是有各種各樣 類似的東西出來 那尤其是現在 我們今天叫做地方創生零年 因為明年才是地方創生元年嘛 所以現在這種 highly close discipline 它不只是你剛剛說的 大學的學成本要測 教育部也在要求大學 透過所謂的大學生的責任 去跟地方去做結合 然後讓我們知道 十萬人的地方的人 找到一個力量留下來 並且生小孩 所以 這就是創生的那個生的另外一個意思 對 所以那在這裡面 就是打破本來那種 就是人文理工分割 那就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問題並不是 你從哪一個面向能夠解決 但絕對是需要一個 Holistic Thinking 所以這個 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不只SDR 而有非常多類似的東西在那裡 就是 請繼續 對 然後 就是今天主要是想到 就是 看看 我們給一些意見 比如說 我們有什麼樣的模式 或是什麼樣的主力 你們跟現在台灣的那個 知識社群 好比像說 飯科的那個系統 或者飯科學的那個系統 或者是說 現在有很多做 什麼菜市場 什麼 政治學院 類學 政治學院 大概都有自己的傳媒了嗎 對 這些你們的engagement如何 還是 那個你們都是用專門協作 對你們比較沒有 沒有關聯 對 但是我們剛回來 所以比較少接觸這些社團 OK 對 那目前我們有開始做一些 客服文章的狀線 但是就是 都是這幾個月發生的事情而已 OK 那這樣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要影響政策 你大概需要進入一些 平常政策指定者會看的管道 對 對 那我剛才講的這些社群 都有一定的聲量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自己從頭就只可能 要花兩三年 才能夠進入說 自掌 每次都會看到你的文章 等的程度 但是你如果去 pigibank在 新興的這些社群這些種 那他們很多去跟老牌的 還好比像說天下的那個 換日線 對 或者是說 現在聯合報當然有願景豐城 然後 平坡有全球台灣競爭力 那上週也有開始交換一些專欄 天下有距離力專欄等等 所以現在這種新媒體 我們不要說 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 公稿這樣子的模式已經非常的確定 那所以你只要加入任何一個派發 然後你 不然你們自己是就是專業科學的寫作者 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影響力 的那個路徑 會比你們自己從頭就比 好 謝謝 教授你們怎麼看那個科技大發 也好 沒有是科技舉報這些 目前公約他幫我們牽線的是 這幾個 然後 還有顏值用戶嗎 沒有 沒有到什麼 他就是到那個科技大發 裡面還有科技舉報的 OK 那些當然也都沒有意義 但我要講的是說 這要看你們的訴求 是 就是 科學社群 還是其實根本就不是科學社群 而是對科學有興趣的一般大眾 對 那但是 因為你不會要影響力的話 我覺得還是對一般大眾 是比較 一開始啦 實質比較有因應的 另外 如果你要對科學社群有因應 你發揮會就好 對 對 我覺得這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事情 尤其現在 像我自己錄了之後 我還是發到社群網絡 因為已經有很多 不安排的這種報紙 所以我們就每次就發了一片 那我覺得 這已經不太需要傳統媒體管道 所以媒體管道 我們都是用來換影響力 而不是拿來換ACADEMIC CREDIT 因為後面有別的方法拿到 這樣子 所以 但是我不是說 你不要離開去科學社群網絡 我真的沒有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要等個四百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DEMAND 對不對 因為我這樣子聽起來 主要還是看你們的興趣 就是你們打算 這二十幾個人 是都在台北嗎 還是你要肯定 多少頻道 怎麼發見 大部分都留在台北 但是還有一些人 就是會回到國外的職場 但是因為現在是數過年的時間 所以我是想說 當如果有Case進來的時候 就是可以先在網路上面去工作 那如果有需要回來台灣參與的時候 會這樣 所以你們現在就有一個SLAB 或者LINE或Facebook之類的 我最近開始在見了一個Facebook 但是未來還是希望可以做成Facebook 因為比較火候 對 而且國際經營得好的話 初期就現在開始比Facebook更好的 因為Facebook不是要砸錢 拿廣告 所以我覺得現在真的有Facebook是比較好 那這樣子的話 聽起來你們感覺上 你們的主要的Team HQ是在台北 然後Satellite 是有一些還在美國 有一些也許在別的城市 但是HQ就是在台北 這樣子 那你們是都是在家工作 還是你們會跑來工作這邊 還是有什麼場地上面的 場地目前還在考慮 還有 Energie Prop 科技部有一個Tangarena 喔 在小巨大很多次 對 然後經濟部有林口 那林口比較遠 對 我覺得這距離比較遠 就是說 有沒有必要花這個交通時間 你們來這邊幾個遠啊 哦 對啊 就是比較 中校陸一的時候還好 走進來 也是要10幾分鐘 OK 所以你們當然就 prefer 一個就是你們自己聚會比較方便 但是不一定要那麼接近什麼 incubator啊 VCR 有沒有那些地方 有在討論那個聚焦的力量 所以就是有在考慮一些比較便宜的方向 那因為有一些人是台大的校 所以目前有幾個學人在建議說 是不是出的台大生存 那邊也不錯 就是那個每個月就是兩萬多分 所以我在想說有必要做這個投資嗎 就是在我們現在如果還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案子在亂 那其實我們再交公司就可以了 因為像這個東西你入住你要有商業計畫書嗎 然後每個要切固點的月啊 切東西啊 但是都是一個投資 那我只是想說 因為你們最後這個快領域只要有 就是有Sustainable 對我們相關的題目或者貢獻的話 這邊場地板活動都是免費的 這邊嗎 對 請就是盡量利用 好 就是工商服務一下 我來這邊也講過 是喔 兩次 是哪個兩位 我都跟那個少偶執行長 啊 OK 對 就是一次是做那個創新創業的 然後另外一次是講那個就是物流網 還有那個智慧的智慧商界那些方面 OK 我們這邊也才等於是營運一年而已 所以場地當然有時候會有一些狀況 但是大概到現在已經慢慢聽到 這樣不太可以 所以這邊是主要是Event 就是不能是場主 我們可以是個Working Space 這也沒有問題 欸 如果這邊都住這裡的那個Working Space 就是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太多的你們講的那種 招牌宣傳的那種能力啦 就是我們外面都還沒辦法掛那個LOGO 這比較是社會企業就對了 那你們只要解決社會問題那也就是社會企業啊 就是你只要講得出一個SDG target 是你們care 那你就quotify 就就是這麼簡單 對 它不像說你們如果說你們都科普 那就是SDG for innovation 對不對 跟此之類的 其實我之前有想要用這一塊 是 社會企業監管 然後之前 我媽媽不是跟那個 你不是在跟我說相同做這一塊嗎 對啊 然後 那是我老師嗎 是嗎 你是我媽媽學生嗎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開始接觸這一塊 然後在國外也有 有做類似的 有做幾年 但是 結果還沒有說 嗯 真的把一個 真的有商業化 只是說做一個初心 嗯 對 我們這邊就都是社群 所以你有時沒試過 供到一堆 ecosystem裡面的人 是主要的好處 那 需要exposure的 我們當然在一樓有櫥窗 但是大陸工作就是二樓 就是隔壁的co-working space 嗯 那一樓還是以活動跟櫥窗為主 那不太需要exposure 其實你如果有空 可以去地下室 地下室有很多office 他們就是到地下室辦公 因為比較不吵 因為樓上辦公 我都能吵 對 大概這個 支付空間大概也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只要有扣額 大概都是免費的 那剛剛有講到經費的目標 對 那台灣目標有哪一些經費 是可以考慮的 嗯 我們有一個網頁就是 SE Social Enterprise 就是我們 SE.p.w 好 然後 所有政府投到Social Innovator上的資源都在這裡 那如果你不是說Social Innovator 你就是想要 就是一般賺錢的公司呢 你就按照資金 然後呢 它這邊就會有一張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一張總表 那這張總表 就是從 你一般賺錢的公司 就按照資金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一張總表 你一般賺錢的公司 你要一百萬到一千萬到三千萬到一億 所有政府相關計劃通常都列在這邊 然後對上表的任何一個點有疑問 我們隔壁就是新創基地 就是這區就是新創基地 那你就拿出來問就好了 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 可能全台北這邊是最適合的問題 Hello Sorry 嗨 大家整天沒事就是在問這個 對 那所以 就是說通常啦 最簡單的 當然就是融資 融資是最快的 那融資 尤其如果你在台北市 青窗融資 這個是非常非常容易 那如果你要的是投資 那這樣你做的也是公司先開 所以我真的有想過鳳凰 對啊 那鳳凰也可以啊 對啊 我也穿鳳凰啊 對啊 是啊 可是好像又上二十個小時的課 然後我們之前上課 都是沒有證數的 所以好像沒有辦法證明 還有小桌家啊 還有小桌家也是非常容易 只要不到五個人就可以了 所以 對 那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 Extremely easy to quantify 的答案子 那所以 只是看你們一開始的 就像你說 如果你沒有固定辦公場地 其實你就算融資到一千萬 你不知道哪一千萬 來幹嘛 所以 有些事要亮你也可為啦 就是你到真正的 seed round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你會 有一個比較確定 那你們現在我覺得主要還是 你做兩位 就是讓大家很明確的知道 你們的 就是發育 proposition 然後 跟很明確的 把你們的 branding 等於是攀爬在 establish的 branding上面 讓大家 這個 了解到 Lift 一般的 我不知道名牌叫什麼啦 我們最近想了一個中文名字 叫博樂 博樂 那也很棒啊 是的 快樂的 很棒啊 知道嗎 真的 這很棒 我覺得Networking還蠻重要的 就是可能 我們回來才 一年左右 對 然後可能 就是人家 要找一些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他不會來找我們 對 因為我們還不在 這個ecosystem裡面 或是我們的 Networking還不夠 嗯哼 對 哇 那這樣子聽起來 還蠻合理的嘛 就是說 你們是 就是 research service 然後 以 就是博樂 一個當作 Branding 但是你們不排斥說 先接一些 比較像 consulting的一些案子 那等於 一方面也做 credit 更重要的是 establish 你們的Network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會建議說 你們一開始 ponder stakeholder 越多越好 就是說 你不是說 二十個人裡面 十五個人砸下去 去做一個 五百萬的案子 雖然也選一轉 可是那個Network 就是那個案子的Network 我反而會建議說 就是 像 演講其實是 蠻好的一個 一個venue 其實說 因為你以前演講的時候 都會掛播了這個品牌 對啊 對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 unify branding很重要 對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你們的recruitment 你們自己的recruitment 你有打算從 什麼 Lift2.0招嗎 還是從什麼 不排斥 不排斥 那目前 因為 就是那個 Leadership還有整個 公司的狀況 因為現在有個問題 是 要實行的話 就要開發 開那個 統一編號 對 那 所以這個 可能要先考慮到 你說你的 government structure 是不是 那 你有什麼想法 民主是 一人一票 還是 以大家的 所以 對 誰比較閒 誰比較閒 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 其實是 我覺得成立公司到齊 因為其實 成立公司在 現在台灣還很快樂 對 真的是networking 就是說我們要找到 露出的管道 對 那我們才真的是高官 不曉得要去哪裡找 露出管道 所以今天是想要請問 你說我們有哪樣的法師 我剛剛一口氣講了一堆 大概 就比較大的知識傳播的一些社群 對 那我會建議 其實像 居靈利益社群 居靈利益社群 他們現在是跟天下做交換專欄 那 我們社創這邊是透過我跟上週交換專欄 那 換日線其實有各種各樣交換專欄的方法 那 飯科媒體旗下 有非常多 sup brand 那 好比想說 NPO相關就 Npost 但是數位協會 國管協會那邊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們discipline是非常多 對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每一個discipline 甚至一些比較小的 blog型式的 像 我現在忘記名字 但是什麼 菜市場 政治學 政治學 人類學 等等的這些 都每一個都engage 因為你們大概每一個你們都有人聽得懂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應該是說 你們每一個都engage 然後看能不能透過類似交換專欄 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你 像香港很多作詞作曲人 他會簽他的名字和他at什麼東西 對 所以也許你們這什麼at 我亂講的 但是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at活了 你不需要一家公司 你也不需要到東北做社 It's just a hashtag You know 對 那hashtag有不要錢 對 所以我覺得至少就是 我們從business development的角度 你前半年左右 你就是養這個hashtag 那對你來講 比開一個招牌 或一個店面要重要很多 是 對 個人認為 對 所以最好就是一開始是以科普為主 然後大家了解我們是這樣子 應該說是以maximacy的reach 對 那當然科普是一種maximize outreach的方法 但是當然 我不知道上街市衛遊行也是啦 但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這個的 學這個 網路社會學的可能 對 就是說你要maximize outreach 大概不外乎就是挑大家很care的一些主題 然後你提供一個insight 那這個insight是別人沒有辦法提供的 因為它是這五年才出現的新的知識 那 所以你真的要說科普 它也不一定要普及到大家對科學的resulting 那麼深的認識 而且比較是application 就是應用科學嘛 就是這個科學應用在大家當前最care的這個議題上 那你maximize這個insight的impact 而不是說大家一定都點回去看我們那個感覺打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呃 台灣很多科學傳媒已經做得還不錯 真的是多跟他們建立channel 這個是蠻重要的 對 然後 那另外就是你們的inkernal governance 如果在這個階段的話 那這樣你們其實沒有什麼kernal governance問題嘛 對不對 還是每個人要什麼提個事發出來的那恭喜 所以 搞廢言講廢言 不要亂講 對啊 因為如果是用這個branding 那接下來就會是 你要先有一個怎麼加入 那你也可以存封閉 就是合作社 除非全體社員同意 就準備要新的社員加入 接行辦 對 那brand的話 你就需要有一個sustainable governance structure 嗯 嗯 哦 你們裡面 你們需要 hire professional manager 你們難道沒有人去學上班吧 沒有 那 那 那為什麼不是一檔呢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其實 我自己現在有公司啦 然後 那我只是覺得 我今天沒有那麼豐富啦 那 因為我其實 只有工作過幾年嘛 那其實 那一般 如果你是過外公司 那什麼專案經紀人 可能有業界一二十年 還是 那 那 我還可以到那個雷國 開始 對 我現在只是就是 自己去 自己去嘗試 然後看一下說 嗯 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對 增加進去 你做什麼 我公司喔 我公司 我就是 嗯 做幾個方面嘛 我做那個 就是 科學文獻翻譯啦 嗯 然後 我也做那種 副規定嘛 嗯 然後也做那個 學術期刊的修改嘛 哦 不錯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還有做 嗯 最近 最近在做 比較具體的東西 是那個 順便管理的系統 就是 我們跟中華電信合作嘛 嗯 他們有那個 smart house 然後 然後 他們smart house 有些device嘛 那我們做中間的串聯 就是 我們把 他們 嗯 就他們有一個 IoT的平台 然後他們有 手機的app 那我們就是做 做中間那一端 因為我們讀取 人的那個EH的訊號 然後用IoT的技術去讀取嘛 然後讀取之後 我們上傳到我們自己的 嗯 就經過我們社的gateway嘛 到我們自己的 那平台 然後我們做一個 AI的那個 預算分析 嗯 那我們知道 那資料之後 我們會再做一個EH的資料分析 然後 把它分幾個等級 可能是一到五吧 然後 根據這個等級呢 我們去 呃 回傳到那個 中華電信IoT平台 然後到那個平台之後 它就可以 呃 呃 那個 情況號指定 就是說 在 一的情況下 你要開冷氣 然後二的情況下 你還開燈 然後三的情況下 你還開那個 音樂 類似這樣子 所以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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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 很好玩 就是一個是 那個 EG 然後一個是 AI 然後另外一個是 IoT 那之後一定還會有 好比像說 就是 interactive design 這些東西 對 還會有 UI 對 Service design 可能未來都會 都會進來 對 那我們現在的六項 我們就是做中間這一段嘛 就是做中華電信 他們不能做的事情 然後他們可以做什麼 他們做 這樣還蠻好啊 這樣還蠻好啊 已經 在 supply chain 裡面 有一個位置 聽起來還蠻上面的 就都是最近 發生的事情而已 對 最近 最近這幾個禮拜發生的事情而已 對 好啊 那 我會覺得說 除了歌譜之外 當然 其實你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 有點像是智庫嘛 的 概念 就是說 它需要一個 cross-discipline的team 讓它看一個team 用各種角度看同一個team 然後有一個 synthesis report 這樣子 那不過當然 這個就是一般智庫 還是需要蠻強的BM 才能夠把這種不同的output 去 去弄在一起 那這裡面就包含 像facilitation 啊 就這些技術 那我不曉得 你們裡面有沒有人是學這個的 沒有 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跟那個可能 study group 的facilitation 其實我是選這個的 我也選PM 但是 我發現PM 它很吃那個domain 對 那 你什麼都要略懂 對 就是你要看這什麼domain 像我現在做那個IoT的東西 我也是蠻成烈的 就是我就 一直要去這方面上課 對 就從他那個 從他那個 從他那個什麼 阿明爸版 然後 書媒版 開始學啊 然後再學app 然後再學那個 website 對 然後下個禮拜是那個 3D練習 所以 就是要這樣才有辦法跟他們溝通嗎 好 那我們這東西就是說 要看做哪個領域 因為那個領域 就那個PM要對那個領域 有基本的認識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對 很難去 很難度過頭嘛 OK 我可以問一下說 明明這個是 出頭個人的discipline 大概怎麼分嗎 絕大多數是 聲音應用的 OK 對 就是有 但是聲音也很廣 就是有衣材的 對 像我是Nanomai的生 好吧 那他是做呼吸器 像打工 也行動 然後 也有臨床 也有臨床 然後也有是看那個 細胞反應 就是受藥的時候 細胞症 或是癌症 PHONIX 但是也有 比如說做AI的 做資訊科學之類的 還有Lomastic 然後還有那個 結論科是 就是生 生態的 生物的 生物的 海洋的 然後我是做那個 聯邦醫療的 商業模式 我這樣聽起來 Medicare 好像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對 我覺得這個 Medicare Medicare Consultation 的這種感覺 就好像說 一個偏向 他現在要發展 在在醫療服務 那他有哪些 社會 有哪些 新技術 有哪些 就是新的 癌症 或者是新的 這種技術 那醫材方面 也許有哪些 甚至可以節省 他藏到的人力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規劃 聽起來就比較像 你們 就是 至少一半的人 可以 可以進來的東西 所以這樣你們的主要 State Holder 應該就會是 創造了 有點那個 那個系統 但是 真的 像Medicare 這塊 他非常吃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你最好是有 醫生在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 他有他自己的 內文 跟Ecosystem 就是說 每家醫院 他有他自己的內文 你是說像醫學中心 那種東西 我講的比較像是 診所 跟地方 那個等級 就是說 他那個地方 並不是在醫學中心的 輻射範圍 但是他又需要 解決 那這個時候 就有外部的 設計師 或他早天 聽出來的這個機會 因為你說 你也賣布寶 他們比你更布寶 所以 你 沒有 真正的 沒有 那出來 其實我們知道 這張 這個機構的人 就是 老人中心 他話強的 他是 聽到音樂的 不是章機 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 章機很強 對啊 就是章機 是原理的那個 可是他也 他背後有一個資深 就是 就是 對啊 其實 對 但是他有資深 他不一定有 preferred provide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有一個 latent 的一個 need 就是說 然後過了五年之後 會有一個很強的 你要說危機也好 集會也好 同一件事情 然後 台灣的 我剛剛講的一些 clinicians 他服務點其實 好像比便利商店還多 所以其實是很多的 你要說 last mile 這個真的是 真正的last mile 可是 你現在想到便利商店 你會想到 everything 你可以叫車 你可以做 fadex 你可以洗衣服 你可以做 whatever 但是 他們很想要diversify 可是他們並沒有那麼 確定 要如何diversify 所以很多就是變成後送 那在後送的問題就是說 那就是 地區跟這個clinician的trust 他不會因為後送而怎麼講 他只會減少 所以怎麼樣把就是 就是 就是 long-term care的 preventative的部分 再往前的 就是community building 讓他有一個community 而根本不會走到 需要medicine 的這個前期的 這一大船 現在就是我們 明年所謂地方創生 要接的 最大的題目之一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促進生育率 但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研究這個 我沒有做 我沒有做 他出國了 對 我是研究第四 少子化的 對 就少子化高齡化 然後要怎麼辦 對 就是我覺得那個題目更好 是 對啊 那個就是影響到 台灣的demographic That's right 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That's right 對 目前都要做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倒不錯 就是說你們如果 concentrate在這個題目 然後用一些 國外的一些research 跟你們自己說 連paper裡都已經 都已經有寫的東西 那你就 就發表一些 大家看得懂的 的這種 呃 就是 直指正確的方向 對 對 對 那種東西 那個一下就有影響 對 那從那個時候 我覺得當然 就像你說 establish players 他已經玩得非常好的地方 大概 不太可能 馬上engage 真的engage 你們也是做 就像你講的 他們的缺口 那可能就是一個 limited time 的一個case 他們學會了 他們就自己做了 which is fine 因為你們只剩下 networking 在一開始 那但是如果是 地區好像 五萬到十萬人 的這樣子 一個place 的話 那很可能 你們慢慢就可以 變成資源中特徵 的這個角色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 比較fit 你們對自己的定位 不是說 你們一定都 五十五個人搬去 原林 還是哪裡住 而是說 你讓他們知道說 有alternative model of service 然後幫他 總結正確的resources 那我覺得這個是個性的 對 但這個當然就是 建立在你們的social credit上 那social credit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networking 這些東西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想要提出 剛剛講說老人 就對於小孩 那一塊 其實我之前有 有給一個網球國手 和我媽的朋友 他有 我有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從小孩 就是小學生的 運動開始 那其中一個想法 是說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就是 比如說一個牆壁 它是那個 可以觸碰式的 然後他比如說 可以球打一箱 因為他是網球國 可以球打不上 或者是 比如說他做一個push out 然後再去 就是做一些 互動性的東西 對 不知道台灣現在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已經用了手 對 因為台灣其實 尤其台北 他們非常喜歡 做ICP教材教法 對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接受度很高 對 那但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 specific to tennis 對 我知道的是 就是各種 教具 甚至包含 VR for sport 都有人在做 這是 非常流行的 題目 在台北 那 成效如何 也還好啦 但是 至少就是說 它讓家長 會覺得說 至少有些 就是 大家到學校 不是只是做這個 人民臉書 大家可以 試一些新的 有趣的東西 對 那 如果要往這個方向的話 那 明年開始 新的課綱 會出現 那 所謂的 就是 引爆課綱 那在裡面 我們以前 還叫社團 或者 第八節課 或者是校外教學 的這些東西 會全部 有room 變成 我們叫做 校定畢修 跟校定選修 就是說 這個學校就是說 教電競 就是我的特色 別的學校都沒有在教 或者是說 學校在這邊 可以學哲學 這就是我的特色 別的學校都沒有在教 對 那這個就是 我們 當時在設計課綱 因為我們進入了 這件事 科法會委員 我們就是希望說 學校能夠 engage with the wider community 就像你們這樣子的 academic community 然後 可能你們 不是自己教 但是你們是 train the drink 你們讓學校的老師 知道怎麼樣教 那所以像這種 novo的 interaction pattern 就可以這樣進去 那 目前的這個課綱 還沒有辦法 你要等明年 新課綱上課 但是現在 你就可以去 建立跟課法會的關係 因為 課法 課法會 就是每個學校 會有它的課程發展為 有關 所以每個學校的課法 然後這個 主要都是以學校為主導 對 不是教育部 不是 就說以前是 課綱叫做 剛性課綱 就是 基本上是 文明小學 中學 高中 就是教育部的實行單位 對 到99推廣的時候 已經快要慫了 但是到108課法的時候 是完全慫了 我們現在叫柔性課法 我們就是說 我們並不告訴你要怎麼講 我們只說 我們希望小孩要有這些素養 怎麼樣隨便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學校的課法會的權力 就變成前所為有的大 但是老師的壓力也變成前所為有的大 因為他們本來只要按照操課就好了 對 但是現在呢 是所謂素養導向評量 到底你要怎麼教出 有自發的 有互動的 有共好的能力的小孩呢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 在這個時候他們就很需要 expring 所以現在很多老師已經在形成 叫做 共同備課的一個社群 甚至跨校的 那或者是說 形成了所謂官課 就是我先用新課剛的方法來教 素養導向來教 那其他老師好像旁觀 這樣子來看怎麼樣去做這種素養導向的教程 那尤其是高中這個level 因為 按照新課剛 就是以後不會那麼就是 你好像在國三的時候 高中高老師就已經分了 或專科就已經分了 以後你高一是 不管你在讀技術總和一般高中 到高二都還可以容易管 然後 而且高二之後就全面尋求化 就是 以前大學才開始學校 那現在就是到高中開始學校 對 所以當然整個目的就是希望他高三念完 不一定要去念大學 對 他就如同一念 他需要大學再回去 我覺得這可能要從社會 起關嗎 對 我們很樂觀 因為我觀察到就是 現在剛進入國小一年級的家長 就是解研教改後第一代 所以他們對這個 receptive 對 因為他們自己是教改後的 對 教改前的那個真的沒什麼指望 沒有我們在錄音 OK 所以這也是一個 進場的實際點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實際點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實際點 我們也不敢先進 所以這是一件事 就是那我們有機會再演進過去嗎 對 還是要我們自己去 我覺得可以 你直接跟教育局 好比像說像我們地下室有一個叫做 Skills for you 的一個新創團隊 他們在街的問題跟你們幾乎一樣 他們是一群技職國手 就是都是學practical skills 那但是都是參加技職的Skills Olympic 都得過獎牌的 那所以也是類似Lift 但是就是Forex 就是practical skills 那視覺設計 緊繃 塗目 隨便這些東西 都是做到就是出神入化的那個程度 好 那但是他們還是覺得說 就是說第一個他們脾氣運動員 可能就是他們外國還是沒有F16去接他們 然後 對 明明都是奧運獎牌 對 那 那並不說運動員有什麼不好 對 那但是第二個是說 大家在以前講技職都是說 那就是你可以當師傅啊 一個月賺10萬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就是那個大家 並沒有太大的感覺 他不是一個pride 他不會覺得說他很proud 有contribution to society 他就是一個比較熟練的工人 好像對非人這樣子看待 但他們能夠到那個程度都是very creative people 對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有個落差 對 那所以他們現在的想法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直接去找教育局去看 然後他們跟新北市教育局有一個合作 接下來在新課崗裡面 所謂的這個 skills 融入教學的方法 就是他們去 conne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 the schools by mobilizing 這個學校裡面的學生跟老師 跟他們一起去改造他們的校舍 變成旅建築 永續的環境 變成各種各樣 就是做空間的 小心規劃 那他們做 interior design 的人可以做內部的規劃 exterior做 exterior的規劃 Service design 做互動的規劃 寫簡報的人可以去寫簡報 Anyway 我的意思是說這些 就讓這些技師伯手可以一起投入 但是因為他們跨非常多領域 所以需要向校園改造這麼大的案子 他們大家都有東西做 不然就差太多了 對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跟新北市好像會有一個NOU 然後就是說 之後他們就是願意用新課崗的這種融入式教學法 來教小孩的 那我們就讓這些技師伯手同樣進去課大會 去 train the trainers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跟偉翔 就是Skills for you的那個team 因為雖然你們的excellence不完全一樣 但是那個shape是相同的 聽起來 對 偉是 黃偉翔 偉大的偉 非常的想 但是其實他們就在底下是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 你這樣去做 對 早上就叫Skills for you 對 他本身也是一個自媒體 那我們可以說關於季節教育再造的政策 現在非常多就是因為他的這個自媒體 所以就影響我勞動部的政策 教育部的政策等等 所以我剛剛說你找到那個domain的自媒體 跟他有一個專案交換 那你就馬上escalate到至少去處長會看你的文章的地步 那這個很重要的 好 你好 你好 我是黃旭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就是因為之前有另外一個 其實你們時間上是 到什麼幾點 你只有到四十 對 沒有關係 通常可以到五點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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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為什麼想要選擇要做這個LIFT的機會 是因為我覺得台灣這邊好像有很多機會可以利用這麼好的才能 特別是在不管是 deep technology 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之前幾年也是在做 incubated exhalation 所以我的 PhD 也是過後 也是一直在做連接 bridging 的方式 然後我那時候想法也是說 那如果要回來台灣 其實有 maintain 自己一些 personal issue 就是說 I was working for my Taiwanese family business in America 所以常常也飛來台灣 然後有在裏面做一些事 而且我想要在我自己 family business 裡面要做比較創新的東西 我就面對很多 I consider them to be cultural issues 是非常 hierarchical的想法 而且硬胖胖的 所以就是我想要看很多很多東西都有去形成 然後到最後我是被帶到就是美國大公司 Qualcomm 的 要做一個 incubator 所以我幫他打出來 然後打的也是蠻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結果 是 based in San Diego in San Diego 因為 Qualcomm 的 headquarters is in San Diego 而且就是他們 HQ 的 incubator 就是 from our own 對對 same building as the CEO CEO 在頂部 然後 incubator 在下面 因為那時候他想要做的就是說 we want to have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tart-ups we want to have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tart-ups we want to have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tart-ups we want to have a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tart-ups that's right yeah they're very established right so now we want to learn from start-ups so that's only in America because like these guys they want to know what innovation is and they want to interact very deeply with start-ups 可是在這一邊 我覺得在台灣 或英雷的這些大公司會怎麼樣 或是因為是在政府在台灣 什麼是 innovation 對 想法都是我們世界什麼樣的科技會組啊 什麼樣的 product會組啊 但是沒有我們全世界大眾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你是在這個社會 Social innovation Social innovation By the way I was actually really thinking of doing it in Impact Hub as well starting in Impact Hub You're thinking of talking about Taipei S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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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cial inno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Inno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I think culture is a very big component and it's under-appreciated very much so And so that's So we're part of this T-Lang you know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Hub Oh This is actually called the Comparing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Hub Yeah You're the perfect person that I need to ask Because I have been hitting my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try to create things like a better ecosystem For innovation For innovation For startups And to engage everyone Universities, corporates and government To create some sort of integrated program But everybody is in their domain Is in their silo And has their own thinking And is very like KPI based Right Like even the lift program Sorry You're on tape What are we Why are you Maybe I don't want to talk too much So also all these different programs LINKO is a program Penture is a program 科技部有一個 program 科技部有一個 program 科技部有一個 program B there's no appreciation of a cultural component Everybody is focused on the INTE Like the product, the technology or whatever So my question to you is like How do we change this Because I personally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work Like in terms of innovation That's right Like everybody's concept of innovation here Is different from my concept of what innovation should be Right So how do we change that And you know Some of the short term projects I'm working on Why I came to Taiwan Is to build a better bridge And to build better programs That will bring world class talent to Taiwan That's right Reverse the brain drain That's right Right But I'm finding that to be quite difficult Partly because as I pitch a program Hey let's build an international accelerator We bring world class talent from overseas here People say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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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re's But they come away They got a short term view What's my ROI What's my financial return Whatever Right So There's stuff like that And it's also Trends Right Like being able to get to the decision makers When you start with the middle Middle layer It's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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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n just Stop You know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on tape Because People from the MOST and MOEA They actually You know We can make a transcript And they'll read it Oh okay So anyways My short term goal with LIFT is to come back and understand Taiwan more deeply As someone who is Taiwanese blood but programmed in America So I need to like basically understand where the pitfall is here And because a bridge requires two sides I'm very good in America but I want to understand Taiwan And so how do I do that? And how do I help? And you know I really enjoy the LIFT program getting to know all these wonderful people Yeah How do we What's next? How do we create something that can make Taiwan a better place for innovation? That's my goal That's awesome Well there's a large-ish community that pushed for the foreign talent act Which is like the first step Right And also what we call the gold card program And very soon the new economy That's what we call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Taiwan Because right now they have to find employment Or get a large investment money Or win a Nobel prize It's just not feasible So we're working on that And so there's this website called Crossroads Oh yes I know that one You know the folks? Yeah I know the founders That's awesome They just launched a couple weeks ago That's right And I wrote the endorsement So yeah And so they're part of this library room And the usual suspects And so you're part of this community Right? Yeah I'm part of Future Ward So I met them at Future Ward at many events So we've been Yeah That's really cool I want to work with them as well So that is It is It is So I know that the original reason for this meeting Is like okay To bring Voila into the popular awareness Right So do you see there's some interaction there Or like what can we do? No That really depends on whether you want to maximize your impact as a bridge Or you want to impact your impact as a group Because it's very different thinking If you want to maximize as a group We were all just talking about group networking Yeah It's like you know small world network And you have the perfect bridge making talents Right So I was advising you guys to just reuse the hashtag or whatever And then just do co-branding Yeah To as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possible But with an eye on perhaps education and long term care That's two major topics But that's if you're maximizing as a group Who would be the customer in this case?The government? Yeah So I was just Using an example of a team that's actually resided here It's in the basement That's the skill for you That's the skill for you And there's many many other pieces like that Where they just kind of build your branding by first getting the popular attention Right And then get the attention of policy makers And then become close acquaintances of policy makers And then anticipate future policies like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n just play into that supply chain by becoming essentially trendsetters Instead of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Which is exactly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Because the semiconductor here is just too strong Everybody is a supply chain member So you've got to create new lines otherwise you're just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Right So that's one part Bu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though You were talking about basically building yourself as a bridge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innovation community And that's another route and it's more diplomatic in nature In the sense that you're not really selling research service per se You're basically building connections to far larger entities That's overseas That doesn't understand the Taiwan culture But that really wants a presence in Taiwan Right The person who did this really well was Isen Du Yes Taiwan AI Lab We visited him Yeah It was part of our program One of the destinations of our program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I mean Because it's not just AI Labs or the 20 or so researchers It's just every domain they touched They made sure that they have a connection to their original Like the DeepMind team or whatever Google team, Facebook team And they made sure that they see Taiwan as a place with AI talent And so low and behold, Microsoft opens 100 people AI center, Facebook, IBM, whatever, Amazon, YouTube suspects So that's the play you want to make if you bridge yourself as a bridge But AI Labs itself is a non-profit It is purely a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bridges and joint ventures like this They are not by themselves a company And they're basically building themselves as someone trustworthy enough For hospitals and government entities to network with And so if you want that, you don't want a company You want a foundation You want something that has a reputable charity behind it Right So that's like a very different route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enough time I have tons of thinking Maybe there would b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a separate topic like the bridge Because you said, as you say, this is a separate topic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So hey, it's amazing that you already have thought about this And have many different things So maybe would it be okay if I made a separat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is? Sure, of course Okay,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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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Let's totally do that So then going back to Bola Sorry that I took some of the time dow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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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just fine It's buffer time anyw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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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o going back to Bola, it skills you as a startup So potentially Bola can help startups with basically higher brain power To come in and solve problems, right? We have also considered SDIRs as a way to almost become a startup generator In fact, this morning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a professor in the Philippines Talking about marine-inspired robotics Is that something that we can Is there aid and need I guess my We're looking for needs to fill Yeah, and so we've got a lot of talent I was saying you probably want to look at SBTRs Because SBIRs are pretty narrow in the disciplines they touch And SBTRs are cross-disciplined by nature And they're driven by local demand and local need And so it's part of the Difang Shongshen The regional reclutivation I don't know the translation Plan And so for SBTR it's all about looking at For example you mentioned marine technology So maybe an island like Pescat or Kung Fu Or whatever That really needs advanced technology in helping them And I don't know clean the beach Make the tourism more attractive Solve their energy problems Turn waste into energy Whatever And then you can do a kind of consulting gig That first identify the real needs And then bringing the social science people as well And so SBTRs I think it's very much worth looking into If you're looking into cross-discipline networking as your main goal Because SBIRs tend to be narrow Cool Great What is the biggest need How can we best At least speaking for myself What are the biggest needs Since we're doing need finding here For Taiwan in general I was asked here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cause everybody was interested in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So I know that's one need What can Bola do Is that what equipped What is equipped to do Or is it spinning out start-ups Becoming almost like its own internal incubator Is it really consulting for corporations Is it becoming a think tank for the government Where do you see a bunch of PHDs across disciplines Being able to help Taiwan in general Frankly speaking I don't know you people that well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More seriously What we're now doing Is branding Taiwan as a trustworthy partner in the world For mee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for any place in the region That has any SDG goal that they cannot meet by themselves We have someone in Taiwan working on that problem Because unlike many other Asian places and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maybe one or two verticals that's really strong But not at all at other things Taiwan is almost equally strong in all the different SDGs And this is our main advantage The SD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kay Right So And so We're It's also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thing In basically saying Where open innovation Tech for good Happens Right And so Anything that's prototype here Has no Negative externalities It means that If you have a profitable solution It doesn't create externalities That damage the social Or the environmental fabric That we can export with conscious And so For example The upcoming GEC Plus conference here in Taiwan It's called AI plus IoT But The theme is called enabling social impact With AI plus IoT And so when we talk about AI IoT We talk about data agency We talk about tru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We talk about participatory sustainability And we don't talk about for example surveillance control And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there are some neighbors who are very good at that Right Right Like totally off the dirt Right So I think that's part of Taiwan's identity now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riendly The friendly phase And also if you import something that's made in Taiwan It's not going to surveil your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It's not going to adapt your children to toy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like ethical design And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ain branding And because the sustainable demand goals are broad enough There's room in it for every discipline And so I think that SDGs for like social innovation for SDGs And so I think that SDGs for like social innovation for SDGs is our main message At least this place including a C-lab message for the moment And also we just passed a five year plan for the social innovation that basically engage the basic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things like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 program in the USR and the new curriculum as I mentioned to further those SDGs So that people don't study for 12 years and then start thinking about environmental and such issues But rather do it as part of their entrepreneurship thing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the innovation leads in Taiwan And that's how we can kind of cleanly separate it from the old model Where we don't care that much about externalities And we may do some CSR But it's all CSR So how do we engage in that Is there a new grant program that we apply some ideas Oh yeah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grant program I just mentioned the website SE as in social enterprise The PDIS Which is my office of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The TW And in it we listed practically all the different programs that you can apply And along with what kind of SDGs goals that they're looking to solve As well as potential partners By basically you can look at people who registered And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they're looking to solve And so network with And also if you're looking for funding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it There's plenty of funding in every tier And also the nearby startup hub is 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to any part of it Cool Great Awesome Awesom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very cool It's amazing to see you They told me about the You know This is a guy You're the one of me So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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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